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霍仓便似笑非笑地向我问好 沐横 久仰久仰 我笑笑没说话 按理说 我俩这样相同辈分的人 根本用不到久仰这样的词语 况且 我总觉得 他看向我的目光中充满挑衅 仿佛话里有话 见我不搭理他 他也不恼 继续保持形象的端坐在一旁 我则开始给桥草发信息 咱们交往五年了 今天要是我获得最佳男主的话 我真的会忍不住当众宣布的 我的意思很委婉 却又很直接 我想到和我心意相通的桥草 肯定能明白我话里的意思 暗中交往五年 我终于按耐不住 想要给桥草一个正经的名分了 想必此刻收到信息的他 也很高兴吧 这样想着 我忍不住勾了勾唇脚 这件事不用着急吧 但桥草的话显然在我意料之外 他不但想要继续引申 甚至劝我不要太在意 讲相不讲相的事情 桥草是附加千金 我刚出道那会儿 他是我最大的粉丝 甚至为了追求我 曾为我一致千金 买下全球大瓶 投放我的物料 而引爆热搜 之后我们顺理成章地在一起 但桥草非常懂事 是他一再要求 不要公布恋爱对象身份 害怕因为他的缘故 影响我的事业 五年来 粉丝一直知道 我有个圈外女友 感情稳定 但一直不知道是谁 但借着即将成为影帝的机会 我想要大声告诉全世界 桥草就是我未来的老婆 也是我最爱的人 但如此爱我的他 怎么会不开心呢 桥草这边 依旧以不想影响我事业为由 拒绝公开 这时 坐在我旁边的货舱开口了 你看我装发没乱吧 一会儿还要上台领奖 可不能出一点错呢 他得意的语气 仿佛这最佳男主 已经板上钉钉是他的 我听的气氛 但还是如实相告 很完美 但露死水手还不一定 见我这样说 霍仓笑笑 似乎在嘲笑我的无知 最佳男主结果很快公布 一开始我满心期待 以为大概率会是我 因为无论从数据表现 还是演技认可程度 我都是可以做到 碾压霍仓一头的 但结果公布后 却真的是霍仓得到了这个奖 此刻 我也仅仅只是 有些失落而已 但随着霍仓上台发言的内容 我的脸色 逐渐无法控制的惨白起来 在这里 我要感谢所有人 更要感谢的是 这些年一直陪在我身边的桥草 说起来 我们也算得上青梅竹马了 随着她的话 原本和我说在国外度假的桥草 缓缓走上台去 她俩在台上手牵着手 宛若一对碧人 而我这个真真切切和桥草 交往五年之久的正牌男友 此刻却像个小三 晚会自然会有很多摄像头 当然 我们三人一同喜提热搜 警号货仓桥草 警号警号 木横货仓 警号可笑的是 即便是热搜 我的女朋友 都是和货仓一起上的 各家粉丝 更是纷纷下场开思 木横想干嘛呀 我家哥哥是凭实力获奖的 结果他在下面白脸子 只有我注意到 木横是在桥草上台后 才开始变脸的吗 他该不会暗恋桥草吧 不是说他有圈外女友吗 网络上面这些对我的评论 我一个也没看 经纪人却急到不行 你倒是说句话呀 要不赶紧让你那圈外女友 出来澄清一下算了 这算怎么回事 我明白他的担忧 他害怕我因此得罪了 桥草背后的财团 未来的路会难上加难 可是我根本做不到 让圈外女友站出来澄清什么 因为桥草就是我那所谓的 圈外女友啊 当初为了尊重桥草不公开 他身份的要求 甚至连一直跟在我身边的 经纪人都不知道 我的女友就是桥草 这件事我来处理吧 苦笑一声 我独自回到和桥草共同的住所 屋内漆黑一片 他并未回来 我给他打电话时 甚至是货舱接的电话 沐横 他刚刚太累 睡下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说完 货舱直接挂断电话 丝毫不给我一点说话的机会 看着满屋子 我和桥草的共同回忆 我忍不住闭上眼睛 但眼泪却还是不争气的 从眼睛缝隙间流出来 哭作一夜 我想了很多 第二日清晨 桥草一副宿醉的模样 回到家时 看到双目通红的我 立刻被吓了一跳 你怎么回事 不是说了 不要太在意奖项了吗 你以后得奖的机会还多着呢 此刻我终于明白 有些奖项已经沦为资本控制市场的手段 我以后的机会还多 可货舱实际上还比我小几个月呢 他的机会就不多了 见我默不作声 桥草终于想起解释一下他昨晚的所作所为 原来货舱确实是桥草的青梅竹马 只是后来 货舱家里出了事 他本人也和桥草完全失去了联系 若不是某次探班我时 看到同样在剧组当群演的货舱 他们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再相遇 所以 我也是你们play中的一环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和他认识那么多年了 如今他落魄了 我帮帮他不应该吗 应该 我们分手吧 纠缠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桥草却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 木横 你居然就因为这点小事 就要和我分手 小事 如果正牌女友在外面和别人鬼混 整整一周时间算小事 那什么才算大事 木横 你先消消气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 说着 霍仓当着我的面 开始安抚桥草的情绪 看着桥草轻轻依偎在霍仓怀里 我的心如同挣扎一样痛 我想的是哪样 面对我的质问 桥草这才从霍仓怀中出来 此刻的他已经没了悲伤的神色 眼神轻蔑地看向我 木横 这是你自找的 桥草的身后是一整个资本集团 我得罪了他们几乎等于于整个娱乐圈为敌 之后需要面对的场面 可想而知 霍仓一边在桥草身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 一边口头上劝我要懂事 桥草似乎很喜欢被霍仓捧着的感觉 最终给我丢下一句 木横 我等着看你哭着回来求我 说完这话后 桥草和霍仓一同离开 离开时霍仓还转头朝我露出一抹胜利者的微笑 哭着求他吗 不会的 因为我要退圈了 既然知道内鱼已经无法生存 我自然不会自讨苦吃 可即便我已经急流勇退 那些粉丝依旧不肯放过我 这时候退圈想恶心谁 是不是还想让我们货仓哥哥自责到把奖项给你 才肯罢休 说不定人家圈外女友有钱可以养他呢 毕竟只是个戏子而已 经纪人也紧急联系我 你怎么回事 你现在和公司还有合约的 退圈的话 你知道自己要赔多少钱吗 赔偿款已经打到了公司账户上 你可以去查一下 经纪人一愣 随即一脸谄媚地表示 听说你圈外女友比桥草还牛气 究竟是不是真的 以后有发财机会 也记得带上我呀 没再理会经纪人巨大的脑洞 我直接挂断电话 不过他有一句话说 对了 我在现实中的身份确实不差钱 拿出手机 刚想拨打久违的电话 乔草的短信发来 退圈 亏你想得出来 你现在给我和货仓道歉 我就原谅你 让你继续在圈里演戏 拉黑删除一气呵成 我付出五年的真心 在这位乔草大小姐眼中 大概只是个笑话 心脏依旧一抽一抽的痛 但我必须忘掉他 爸 我要回家了 我家一直在海外做生意 生意做的 也还算小有名气 我当初因为叛逆 想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这才和父亲赌气 五年 我一定能拿到影帝回来 当年的我年轻气盛 一点都不想继承家业 甚至就在颁奖典礼上 我还在幻想着 自己获得了影帝 公布了恋情 顺便和乔草一同回家见父母的场景 好 今天你出了这个门 就别说自己是我家的人 我爸比我脾气还要冲 所以这些年来 所有人都以为我 只是个没有资本的小透明 再次见到父亲 我俩相顾 半想无言 事后 父亲直接将国内业务全部交给我 还顺便 想让我联姻结婚 我一直把林荀当作我妹妹的 我果断拒绝我爸的联姻请求 但再次见到林荀时 还是不免惊艳了一把 以前一直喜欢追在我屁股后面的小丫头 几年不见 已经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与乔草那种 有些自持身份的娇气不同 林荀虽然也是被抚养长大 却一点不骄纵 彼时 她正和朋友玩真心话大冒险 结果次次输 最终我看不下去 替她喝了很多酒 那一晚 我直接断片 但仅存的几个片段里 却都是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酒店套房内 甚至连空气都充斥着别样的味道 看着一旁还在沉睡的林荀 我知道我必须要对这小姑娘负责了 我和林荀家族联姻 还有我们家族 决定扩展国内市场的两个消息 犹如炸弹一般 将整个国内炸得天翻地覆 而作为两件事情主人公的我本人 自然也获得有生以来最多的一次关注 但这次与以往都不同的是 舆论反转了 原本那些指责 辱骂我的声音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羡慕与巴结 我就知道沐恒有背景 没想到这么有背景 她家可比桥草豪门多了 难道之前一直不肯公布圈外女友呢 原来是顶级豪门大小姐 感觉这个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我只是个NPC 许久不曾出现的乔草野 终于通过新号码联系到我 这就是你对我的报复吗 沐恒 你竟然隐瞒我这么多年 乔草依旧是那样的脾气 有时候我都在想 她当初做我粉丝时 大概是她最会装乖巧的时候吧 我没想刻意瞒你 我刚想开口解释两句 乔草的脾气再次上来 想用家族联姻来逼我 很好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开阔国内市场是吧 我倒要看看你这市场要如何开拓 别到时候市场没开拓好 还要哭着来求我帮你就好 她依旧如此 根本不给我任何一个开口解释的机会 自己说完后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或许因为之前的我一直很宠她吧 自从我和乔草恋爱后 每次吵架都是我先低头 渐渐地哄她成为我的日常 即便这次我先提了分手 乔草依旧觉得 这不过是我用来取悦的最新把戏 可是不是啊 我们是真的回不去了 我负责的业务也肯定会顺利进行的 与那些不懂商业的大多数人的看好不同 像乔草这样的圈内人 对于我们家族进军国内市场的消息 一致的不看好 某次酒会上 甚至有人当着我的面说出 戏子就是戏子 好好演戏就好 别总想着跨阶层赚钱 有些钱不是那么好赚的 国内市场虽然巨大 但资本也很多 原本的蛋糕已经被分得七七八八 那些人自然不想看到 我带着家族资本再次搅混着已经平静的湖面 于是整个酒会 我都在被针对和鄙视中度过 酒会快结束时 乔草突然拿着酒杯来到我身旁 和你说过了 国内市场不是那么好做的 你现在回来认错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他看向我的眼神 依旧像在看某种他的所有物那样 即便此刻的他身边还跟着货仓 我回去 货仓呢 货仓像之前几次那样又开始演戏 我一眼就看出他在演 可乔草看不出来 反而又因为货仓的几句挑拨 再次嘲讽了我 原来你就是我未婚夫藏了五年的前女友啊 幸会 关键时刻 林寻突然出现 乔草却突然笑了 他看着林寻上下打量 随后慢悠悠开口 找替身代替我 亏你想得出 我一愣 这才意识到 乔草和林寻似乎在神韵上真的有些类似 两人都是金贵的世家大小节气度 只是林寻亲和力更强些 我怕林寻生气 想要解释 结果林寻扑呲一笑 你还不知道吧 我和沐衡是青梅竹马 自小一起长大的 替身 小丫头真是长大了 一句话 直接将乔草对到脸色涨红 一旁的货仓也是不敢吱声 毕竟只得罪了我这个 勇闯国内市场的国外资本家还没事 但林寻不同 他家可是比乔草家还要高上几个级别的 和林寻坐在回家的车里 这是我和他 既上次醉酒事件后的第一次单独相处 上次的事情 我觉得我有必要说清楚些 以免伤害到小姑娘的心 哪知林寻根本不走寻常路 哪个上次 哦 那个呀 当晚你的表现我很满意 说着 他俏皮地朝我眨眼 搞得我直接从脖子红到耳根 现在的小姑娘都这么开放的吗 那咱们联姻 嗯 今天回去正好谈这件事呢 长辈们都到了 就等咱们了 你 我原本想问一问他的个人意见 但似乎 他已经接受了和我结婚的命运 我和林寻的婚事顺利程度 令我意外 但扩展国内市场的事情 却出了问题 起因是我负责的项目 遭到国内资本的联手打压 这其中就属乔草背后的资本 出手最狠 好在我早有准备 及时结束这次资本扼杀 当晚 乔草再次给我打来电话 知错了吗 我都要和林寻结婚了 他竟然还在问我 知错了吗 我知道你和林寻只是商业联姻 你们甚至几年都没有见过面了 乔草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不想再听他继续说下去 马上叫停了他的话 你还要我和你解释多少遍 我和货仓之间真的没什么 闹脾气也要有个限度吧 他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就好像我说的并非中文 这次对话 再次以我将他拉黑告终 情场失忆 事业同样失忆 我负责的国内项目 很快也出了问题 因为国内没有哪个资本 想要让我们介入 从而令他们重新分配蛋糕 我看重的项目开始出现各种状况 有时只是一些突然停电 或者监管部门拖着不让施工 后来却险些出了人命 为此 我东奔西走 终于找出幕后真凶 是乔草在故意针对我 他甚至为了针对我 让我回头找他认错 已经不顾法律底线 既然如此 我也不用估计他什么 我开始默默作局 准备将暗中势力一网打尽时 霍仓则想要尽快和乔草确立关系 某次媒体采访时 霍仓明确在记者面前 表示自己和乔草关系暧昧 在被问到是否好事将近 何时官宣时 他的回答也特别含糊不清 或许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让乔草承认自己的存在吧 但乔草很快当众打了他的脸 我和霍仓只是朋友关系 不会在一起的 这则消息出现后 霍仓的粉丝再次疯了 怎么会 乔草明明很喜欢霍仓的呀 是不是有人背后搞事情 难道还是沐横吗 可是他已经退圈有未婚妻了呀 即便我已经退圈 但自知比不过 我在乔草心中地位的霍仓 依旧让粉丝带节奏 在网络上对我进行新一轮的网报 这一切 乔草看在眼中 却并未阻止 甚至他借机再次联系我 想看看 我究竟什么时候会向他低头 或许这五年的恋爱 真的给了他太多自信 但关于我的网报 这次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其一是我之前一个大粉 公开了我 乔草 霍仓相识的时间线 直接将霍仓锤成第三者 在这位大粉的带动下 舆论很快反转 之前的经纪人 甚至联系我说 哥 你现在还缺打杂的吗 我什么都会做 其实你也不用花这么多钱 买水军买热搜空瓶的 毕竟你已经退圈了 买水军买热搜空瓶 按照经纪人的说法 我很快发现 我这大粉相当有钱 但看着看着 我便发现不对劲 这位大粉的说话方式 和林寻太像了 因为我和货仓粉丝互掐 很快将我们两人 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正所谓 我不在江湖 江湖全都是我的传说 也正因为双方粉丝 各种互掐 导致我俩的各种真料 越扒越多 结果顺理成章地 将乔草扒了出来 江湖震惊 沐恒交往了五年的女友 竟然是乔草 江湖我的粉丝 在这条热搜下 集体狂欢 我就说嘛 难道当初 哥哥颁奖典礼会黑脸 因为自己女友出轨了 货仓才是真小三 小三上位 还想要倒打一耙 原本货仓的粉丝们 也在极力为他辩解 但是乔草之前 才当着所有媒体的面 成了了他和货仓 只是普通朋友的消息 这件事怎么看 都像是货仓上 赶着巴结乔草 挖我墙脚 所以货仓的粉丝都沉没了 这时候货仓急了 他毕竟没有退圈 还需要靠粉丝赚钱 于是他率先找到乔草 想要让他帮帮自己 可是乔草一心 只想让我快点回到他身边 让我们的关系 恢复到从前那样 面对货仓的恳求 乔草拒绝 我说过了 我们只是朋友 我爱的人从来不是你 我知道的 我都知道的 可是这次你若不帮我 我恐怕货仓低下头去 似哭未哭 那模样格外惹人联系 乔草每每在这种时候 都会为货仓妥协 但是这一次 乔草还是拒绝了他 对不起货仓 我不想让沐横再误会什么 说着 乔草竟然当着货仓的面 点赞了一条 说货仓才是真小三的留言 货仓一瞬间 便脸色苍白 可这时的我 根本没有关注到 娱乐圈中发生的这一切 毕竟此刻我早已退圈从商 此刻的我 每天都在忙着处理各种公司事情 再加上还要忙着和林寻 准备结婚的事情 根本抽不出一点时间 关注原本娱乐圈发生了什么 这样忙一点也好 这样我便不会胡思乱想 由于乔草几次三番 利用他的势力对我出手 我终于涉局 将其抓住 我将乔草和他的家族势力 搞垮的时候 乔草第一次在我面前 露出不敢置信的神情 穆恒 你竟然 他大概此刻才真正看清 我真的已经放下他了吧 但是一切都太迟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难道之前的五年时光 都是假的不成 在失去一切的这一刻 乔草终于卸掉他的骄傲 双目星红 且痛苦地看向我 而我的表情始终未变 我并不想针对你 但是你真的一点活路 也不肯给我留 乔草在商界做得太绝了 他不但自己一直暗中 想要彻底搞死我 甚至还联合了国内 许多大资本朝我下手 似乎只有看到我身败名裂 我痛哭流涕 我跪地求饶 他才肯罢休一样 但商场上全都是 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项目 就算我输得起 我也不想再次辜负家人 对我的期待 况且 乔草的手段太过肮脏 听了我这话 乔草彻底崩溃 他冲着我西斯底里的大喊 我之所以这样做 还不是因为我爱你 若不是因为我爱你 我怎么可能这样针对你 难道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他这话说得毫无逻辑 或许在他那里 他便是逻辑吧 你爱我 所以动用家族手段 让货仓拿到最佳男主 你爱我 所以五年来从不肯真正和我官宣 甚至明知我在台下的情况下去 和货仓上也浓情利益 你爱我 所以在得知我继续扩展国内市场证明自己时 却总想着暗中和我作对 你的爱太极端了 我受不起 直到这一刻 乔草真正看清我彻底不爱他了 他急了 乔草瞬间冲到我面前 抓着我的衣袖 声嘶力竭的大喊 我只是想你再爱我一点而已 一点而已 为什么你总是不明白呢 我们曾经那样好 看着他伤心痛苦的样子 我的心中却只剩下麻木 乔草 面对现实吧 虽然我将他的家族搞垮 但到底还是给他留了生路的 只要他日后安稳度日 之后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可是乔草似乎根本无法接受 我真的不爱他的事实 他自顾自地摇头 不 不 不会的 你不会这样对我的 你是爱我的 我知道你肯定是爱我的 我以后再也不闹了 也不针对你了 我们公开 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 曾经我确实十分爱他 可惜现在早就晚了 我伸手将他死命 抓着我的手臂拉开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 直到我即将离开时 乔草依旧不死心地在身后大喊 你根本不喜欢林寻对不对 他和我长得那样像 他分明就是我的提身 回应他的 是我坚决离开的脚步 我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当然 这其中少不了家族 在背后支持的影子 但我爸还是很高兴 大手一挥 给我放了一个月的长假 你和林寻多少年没见了 刚见面你就忙着工作 趁这次机会 好好出去玩一玩 我爸的意思很明显 他希望我和林寻之间 是有感情结婚的 就在我和林寻 各自收拾行李 准备旅游时 乔草在娱乐圈 掀起另一场 和我有关的风暴 锦号林寻替身 锦号锦号林寻 木横大粉 锦号林寻是我大粉的消息 被乔草扒了出来 这下他更有理由相信 我根本不爱林寻了 一个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小妹妹 一个一直默默 喜欢自己那么多年的小妹妹 若是我真的喜欢她的话 早就在一起了 何必要和乔草交往五年 乔草甚至会想 若不是我俩现在闹了矛盾 让和他有几分相似的林寻 借机上位 恐怕林寻这辈子 都只能单相思 一想到林寻 只不过是 晚晚泪清的替身而已 乔草便兴奋到睡不着觉 因此 他在网络上疯狂带节奏 林寻替身的热度 甚至已经盖过 乔草家破产的热度 这件事 我还是从经纪人口中的得知了 如今的他 已经成了我的员工 专门帮我 处理一些圈内的事情 因为虽然我已经退圈 但娱乐圈 似乎真的不肯轻易放过我 等我打开手机查看时 林寻急忙来抢我的手机 别看 你别看 他红着脸 像是极力想要隐藏某些 不想被别人发现的秘密 林寻这样子特别可爱 让我忍不住逗了他一下 结果小姑娘 还和小时候一样不禁逗 没两下就要哭了 好好好 我不看 从小就是这样 他总能让我顺着他的想法走 但没过多久 小姑娘便主动和我坦白了一切 网络上一直维护你的那个大粉 其实就是我 我知道 林寻或许自己都不知道 他说话时有一个特点 喜欢在每句话的结尾处 都用波浪线作为结束 即便生气时 也会这样做 就好像在阴阳怪气 而上次我去看那位大粉的舍家平台内容时 便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那 我是替身 林寻目光灼灼地盯着我看 仿佛我若说出事 他下一秒就要扑上来 咬死我一样 文言 我一笑 摇摇头 我不会找替身的 你就是你 你不是谁的替身 我就知道 即便明显看出 林寻松了好大一口气 但他言辞间 依旧表现出极为自信的一面 这种反差萌令我心下一动 网络上的事情 我全部交给经纪人处理 只在每晚听他汇报进度 白天自然是和林寻一同外出游玩 我们走过祖国大好河山 一起看过江南的如画风景 也踏上塞北无边草原 在云南游玩时 险些迷路 当时我俩共喝同一瓶水 事后两人的脸都有些红 也去江域滑了雪 结果却是 林寻一直在带着我滑雪 我仿佛是丧失身体控制权的木偶 你这样子 真的好像让人好好欺负 林寻和我越来越熟 说起话来也毫无顾忌 他和我相差五岁 但我们一个是90后 一个是00后 所以每每他说起一些 极为开放的话语时 我总无法接话 但同时我的耳朵也总会无比的红 我们相约的最后一站是校园 我和林寻同样的母校 只是相隔五届 没有任何交集 只是我在大教室的课桌上 还是发现林寻默默爱我的痕迹 他竟然将自己的小心思 用笔画在了桌角 我的手轻拂过爱心的痕迹 心也不禁跟着一样 与此同时 网络上面也出现了 我和林寻从小一起长大的点点滴滴 我们一起玩滑梯 做游戏 养宠物 究竟谁才是替身 简直一目了然 经纪人原本就很会带节奏 再加上我现在多少也算是个资本 所以乔草之前花钱带起来的节奏 很快出现两极反转 这位姐是破产破风掉了吗 沐衡和林寻才是青梅竹马 这位姐连曾经公开都未曾拥有 乔草在下面疯狂评论 你懂什么 是我主动不想公开的 我只是 她只是觉得 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戏子 根本不配和她这样高贵的人站在一起 这样看来 沐衡和林寻真是绝配 至于乔草嘛 和霍仓这种脚踏多条船的人也很配 乔草家破产时 被查出多项违规 此刻她在网络上面早已生命狼藉 若不是我顾念旧情 此刻她应该像其他涉案人员一样 被抓起来才对 至于霍仓 在失去乔草背后资本支持的一瞬间 她满身的黑料根本遮盖不住 出轨粉丝 约各种人 甚至为资源做出种种出格的事情 甚至在追求乔草不成的第二天 她便主动出现在另一位富婆的床上 为了能大红大紫 她算是将自己的身体利用到了极致 只是失去资本后 所有的一切全部浮出水面 现在网络上全都是讨伐这两人的 旅行结束的最后一天 我邀请林寻和我一同去看日出 在太阳出来的一瞬间 我向林寻深情告白 之前我只将你看作妹妹 但是之后 我想你成为我的女友 老婆 林寻在等待许多年后 终于等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抱着我激动大哭 我早就想抱你了 你不知道我忍得有多难受 说着 林寻主动朝我亲来 朝阳照耀在海面上 形成橙红的颜色 偶尔有海鸥从上方飞过 我俩宛如身处梦境 再次回到京市时 不知是谁走漏了我的消息 刚下飞机 我便在机场见到 一个月未见的乔草 此刻的她 早已没了往日的神采 身形消瘦 脸颊凹陷 双眼也红彤彤的 一看就是刚刚哭过 见到我 她像是疯了一般 冲到我面前 木横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这次好不好 此刻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但是太晚了 我将身后的林寻拉过来 握住她的手 在乔草面前宣誓主权 乔草 我们真的已经结束了 我和林寻 也并非家族联姻那样简单 现在的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你在骗我对不对 明明你是爱我的 我这次真的知道 错了 乔草想要抱着我大哭 却被林寻拦住 我也将话彻底说开 乔草 我们之前不可能了 从你选择货仓那一刻开始 我们之间的爱情 就已经结束了 我这个五年的正牌男友 经不住货仓一时 带给乔草的新鲜感 多么讽刺 快看啊 那不是木横和林寻吗 好像还有乔草呢 机场原本就是一个 聚集着大量粉丝和狗仔的地方 再加上我们三人这些天 轮番在热搜上挂着 那些狗仔自然闻风而动 见状我急忙护住林寻 而乔草则很快被粉丝们围住辱骂 因为他家之前做过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此刻愤怒的群众恨不能将他当场打死 你去吧 林寻见我回头去看 忍不住让我过去帮乔草 你 林寻似乎知道我要说什么一样 摇了摇头 没关系的 我知道你的心在谁呢 好 最终我还是在人群中 就出了已经被人不知踹了几脚的乔草 他见我回头来救他 眼中再次燃起希望 却又因为我的一句话 希望彻底破灭 别误会 是林寻让我帮你的 原来我才是踢身对吗 到了这种时候 乔草依旧满脑子踢身不踢身的 这样的话令我厌烦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谁也不可能是谁的踢身 你是你 林寻是林寻 你们两人之间 除了同样长着一个鼻子两的眼睛外 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听我这样说 乔草正愣许久 直到我快要离开时 他才缓缓开口 若是当初我没有力捧货仓 没有和他上台 会不会 不会 他和货仓之间的事情 并非那一天发生的 之前在和我的交往中 他或许已经多次背着我 接触过货仓了 只是颁奖典礼那一次 他彻底将货仓摆在我眼前而已 从乔草背叛我们爱情的那一刻起 我们的爱情便已经结束了 听我这样说 乔草终于忍不住痛哭出声 像个失去心爱玩具的小孩子 而我则快步跑回林寻身边 关切地询问他有没有事 我和林寻的婚礼震惊全球 在婚后 我俩很快过上了没羞没臊的日子 虽然实际年龄上我比林寻大五岁 但在某些方面 我总觉得林寻才是经验丰富的那个 直到天蒙蒙亮时 林寻依旧不想睡 我无奈认怂 老婆 再不睡觉天就要亮了 天知道 我们可是在天亮的时候开始的 谁知林寻小嘴一撅 那就天亮杯 我终于体会到 婚后男人不肯进卧室的痛苦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